桃园一名无姓女子控诉 去年把爷爷奶奶的骨灰 从云林土库请回桃园 不料一年后却接到了 土库公募人员的电话 表示当初开错了塔位 导致他们抱错骨灰坛 让全家十分的错愕 当初因为骨灰坛过大 吴家人还因此更换了大的塔位 他们认为公所有疏失 应该要负责差价的赔偿 但是公所说是没有办法赔偿的 让吴小姐相当的气愤 只是也不想再追究了 我很纳闷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 这种东西我们不要去 会做什么责任 吴欣家族这个月3号被通知 拿错别人家骨灰坛 吓得赶紧从桃园回到云林 把真正的祖父母骨灰交换回来 吴家人控诉 这起报错骨灰坛事件 是因为去年5月 公募管理员开错塔位 拿到隔壁别人家的骨灰坛 当时吴家人因为着急 要回桃园入塔 以为管理员有确认编号 自己家人核对照片 却也不小心看错位置 突然搬了一个这么卡的 回来就是变成 再加1万5变成4万块 比较大的骨头 跟他说那你是不是 补贴我们那个1万5 虽然事后骨灰坛 调换回来了 但吴小姐不满工所 搜集处理 他们需要有搜集才能核棒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事情就是很圆满的处理的 那我当然也很不开心 你就开个门 关个门 开错门 或关错门 你就处理完了 符合合法会计流程的项目之下 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他们 补偿的这些措施 吴家人认为公所行政疏失 搞得人仰马翻 也不愿再追究 而公所因为这件事 未来拿取骨灰坛时 也会请家属确认签名相关书面资料 以免再发生无楼 这有郭正义原联报导